哈囉大家好,我是Mia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最近做的領部瑜伽跟一些減緩領部細紋的按摩 那大家最近還蠻明顯發現就是季節交替的時候 皮膚蠻不穩定的時候 然後你就會想說你的保養品要怎麼選 就是比較冷的時候你的皮膚會比較乾 然後如果起床的時候比較熱的時候那時候皮膚會開始出油 大家應該都會很常聽到說你的皮膚是缺水 或是你的皮膚是缺油這樣 那其實我覺得比較對陣下藥的話 就是直接找一個可以幫你的皮膚補水跟補油的產品是最快的 因為其實皮膚如果缺一個 例如說你缺水的話 或是你缺油的話 你的皮膚其實就會開始達到不平衡的狀態 就可以開始選擇補水、補油 然後最後再幫你鎖水的一個保養品 那今天的臉部按摩啊 我用的是上一支應該還蠻多人看的波金小臉的影片 然後裡面還蠻多人會問說 裡面的那個白油到底要去哪裡買 因為那時候是在台灣好像買不到 它是在日本做販售的 他們家已經登台一周年了 然後也有完整的保養系列 那今天臉部按摩會使用到的產品 就是之前波金小臉會用的那個白油 就是這個 這罐 是油跟水 是分離的 中間那層白色的是油 有嗎 這個是油 中間這一層 其實還蠻少看到是油水分離的油 這種質地就很輕 你就算量很多的話也很好推 不會不好吸收 所以我還蠻喜歡的 因為我不太喜歡臉的油很厚的那種感覺 他們家的油還蠻好推的 然後也很清爽 就是不會有厚重很黏膩的感覺 然後也蠻適合初學者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自己當初在用的時候還蠻喜歡的 ACP他們家的油是主打天然紫萃 那他們產品也會一直不斷的更新 像我上支影片用的產品是1.24的版本 然後現在這個版本是1.48的 會寫在這兒 那他們家最近也出了比較完整的保養系列 所以今天就會用他們家的保養 來示範一些按摩的手法跟步驟 那我們就來開始吧 第一步驟是禁膚 就先從Renew3的晶能水開始 我大概一個月然後用量大概是1分之1 晶能水的質地是介於化妝水跟精華液之間的水狀精華 那這罐是有添加乳清 是天然的化膚成分 可以溫和的調理老酒角質 是無添加酒精的 師傅建議大概3-5分 正常肌膚大概3-5分鐘就可以了 那敏感肌的話我還是不太建議師傅 就算是還是要快速去做這個動作會比較好 那手法大家應該都會有看過 從上至下 或者是從下至上都可以 那我自己的習慣是是從中間開始 那比較日系的手法他們都是從下巴 下巴先這邊往上 然後他們會帶到耳朵 然後從那一道碗 就是順著你的肌膚紋理去做 衣服的標程 不是說越大力它就是會上得越深 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是輕輕的都是往上 帶到你的耳朵前方 下巴帶到你的耳朵前方 然後法令紋就是帶到 也是耳朵前方 然後這邊 就是下有期怎麼樣我會帶2次 椅子這邊是往上 椅子這邊是往上 然後兩側 剩下的我就是會帶到脖子 所以一個化妝面沾滿 其實到脖子是還蠻夠的 好 第二步驟是修護 那這關是含有shadownight的葡萄果萃裙 它是增添你角質的含水量 白天用的話是補水 那夜用的話是修護 那我覺得它的質地會比一般的金花衣 會再稠一點點 但是它擦起來還蠻舒服的 不會有黏膩的感覺 然後用的時候 花衣的話因為它是有補水的作用了嘛 例如說我是兩頰比較乾的話 我就先從兩頰開始上 那如果你是T字比較乾的話 你就從T字開始上 所以我會先從我的兩頰啦 然後跟剛剛化妝水的手法一樣 就是 就是涮著你肌膚的紋理 然後加進去 然後會帶一點點到下巴 用兩支手的寬度 現在到第二道的精華 那其實皮膚的光澤度就出來了 就是皮膚會很 它的保水度會很足夠 它的保水度就是會出來 然後你可以看皮膚是有彈性的 你角質層的補水度已經是夠的 那因為今天我們還要再加按摩 所以 油脂的成分一定就是要更重 因為這一種的保水度 可能對於按摩來講會不太夠 或是有些人皮膚更乾的話 其實它會不夠 精華液跟精冷水的味道都是蠻淡的 那個非常非常淡 然後很天然的植物草本的那種味道 所以目前來講還蠻舒服的 就是不會有過多的那種草本香 它其實是非常 我覺得是非常純淨的味道 還蠻舒服的 現在是第三步驟是發光 所以它們家明星產品 然後它們是說一滴就可以讓你的肌膚發光 裡面是有手創高濃度的白蘭花配方 可以改善肌膚的暗沉 然後可以讓你的肌膚明亮 它們是有雙子水跟油的感覺 那它們是有獨創的黃金比例 先補水 再補油 最後再補鎖水 那是可以補足肌膚所需要的水跟油份 那它是可以放在保養的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我們現在要做的 如果剛開始這個產品還不熟 然後你不知道要怎麼去抓量的話 就是少量多次 就是我第一次因為是會按摩嘛 所以我抓著量 它的量至少會有5到10滴左右 然後會 至少要熟是可以不滿的 這樣我會先從這邊開始 順序是跟剛剛你擦保養品的順序是一樣的 然後剩下的一點點啊 我會藏在脖子 然後有一點不夠我就會再加一點點 大概加了這樣子 會少 然後搓勻 就是它雖然在裡面有搖勻的 可是它倒出來的過程我還是喜歡把它搓勻 然後脖子啊 脖子是一整圈 所以你不要只擦前面這邊 你連後面都一定要擦到 薄薄的就可以了 它有擦脖子也蠻舒服的 不和那種很膩的感覺 首先我們先找到我們的鎖骨 這件衣服太高了 先找到你自己的鎖骨 它有分內凹的地方 跟下面的地方 那我們要找的是內凹的地方 你要這樣子或者是這樣子都可以 這樣好像比較好壓 你就是輕輕壓著 你可以先找你比較僵硬的地方 或是它有一點筋會比較明顯的 就是你可能會比較緊繃的地方 我們要先做放鬆 那要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的肩頸 然後你的脖子 跟你的腰 都要放鬆 不要說停得太直 然後去做這個動作 其實沒有必要 你就輕輕壓著 然後去做 頭抬的動作 所以是 側面 然後你可以去找 最痠的地方 每個人角度不一樣 然後回來 在那邊 然後做大概一邊各有6下 所以總共是12下 然後開始喔 你會發現 我兩邊的角度會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使用的左右邊的常用習慣會不一樣 所以 酸的地方也會不一樣 然後你的角度跟我的角度也會不一樣 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所以不需要做這跟我一模一樣 只要拉到 也不要勉強 只要拉到很直 重點就是不要受傷 然後再來就是 練我們的下二線 這一塊 那其實 我會想要練這一塊 是因為我之前 我之前 我之前發現我在講話 就是我在看影片 我在講話的時候 然後我的下巴這塊肉 會往下垂 可是它又不是下二線這邊 它是 就是下巴的這塊肉 那後來去找 它說是 我們的舌頭 就是 你們可以看喔 如果 如果不放的話 我如果不放 我沒有放上二的話 就是這樣 那我放的話 變這樣子 就是它會瘦上去 假設這是我們的舌頭好了 我們舌頭的 不是前 我們舌頭的中段到後段 中後段這邊 我們要去抵住我們的上二 住你的上二之後呢 你就往上拉 然後這個其實對大部分 長時間用爽機的人 都會非常有效 一般開始練習的時候 我會做六到八下 然後習慣了 或者是你有感覺到 它比較 它又比較延伸一點之後 你才會做到 十到十二下 就是看你自己的 看你自己的身體需求 做側面給你們看好了 在某些地方 跟著我 一起去 尖叫你 好 我 在某些地方 和你 在某些地方 都會做到 你 會 讓你 有 有 好 做完呢 這一塊會非常的熱 就是他有去做到運動的部分 再來就是我們要去做這邊的捧潤 好 就是這樣 左右會吐氣 然後最初也要有密準 這一部分都會非常的酸 然後這邊有個很重要的提醒就是 用領事還是原古裝的 他對於你現在看到的畫面的話是平面的 所以他比較不會有提感 可以然後就可以照著影片 然後你跟著鏡頭一起做 其實會比較有提感 然後也會比較有記憶 因為按摩都還蠻有幫助的 無論是這個影片 或是你看別人的影片都可以 今天是加強下半臉 但我是前層的時候 我是全臉會做一層 然後等一下第二層加強的時候 我會做中的下半臉 今天會用到的工具 就是這個指節 這個指節他會比較輕 相對於這邊 這邊來講的話 所以 我們就先第一個前層的話 我們就先從這邊開始 好 然後先壓我們的毛骨 滾動式的方法 然後到太陽室這邊 壓一下 之後用大拇指的 接著這個指節 就順著你的輪廓 到你的內骨 然後用到太陽室 底一下 先壓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我們法令紋的中 我們就在BGD這邊 我們就是輕輕的 就是你手會有一個 你手可以輕輕的這樣擺動 它會算成你的輪廓 這樣子 就是你的 你的手就不會那麼僵硬這樣子 你手會有一個柔軟的感覺 然後你就是輕輕的往外 那時候再回來 你的動作就會非常的活 所以你的手腕就是要放鬆 然後要注意是往上执的動作 你往下拉的動作會比較少 我會想能置上托手 然後從你會想到它也可以去專順 除你可以有線 嗯 最後一步是我最喜歡的 通常做完都還蠻明顯的 但是我有做完 我有時候偷懶我也會直接做這個動作 就是緊急用的時候 所以你們也可以試 或是突然有什麼緊急狀況 需要用的時候 你也可以用這一招 但是我會找一個兩隻手 然後你找一個圓 然後上 上面把它有點打開的感覺 然後靠在你的眉骨 這邊 靠著 輕輕的靠著 然後兩隻手 去抓你剛剛 找到它的最底點 然後左右輕輕的 往上翻 你要注意的是 你上面的這邊 不要往下拉 你還是要一直保持它是 往上提的感覺 所以做完的時候 你半邊臉它是會有點往下的 就是要抵住你的眉骨 往上 然後左右 你可以快速 然後你會有一種很痠的感覺 這是蠻正常的 然後我會前後左右 都會跟著輪廓 然後去做 小心就是眉骨的地方不要滑掉 現在做完 就是 差超級多 所以我還蠻常 用這個動作 然後 緊急狀況的時候都會做 然後 你按完它其實這邊會非常痠 就是 你比較少用到 或是它現在 肌力比較不足的時候 這邊就是要提醒它 要一直要用力 然後這個動作也相對可以來做下二線 那這邊本來就是比較垂 然後剛剛其實鏡頭還蠻明顯的 然後現在按摩完 油分就會差不多吸收進去 然後 對我現在來講 嗯 蠻剛好的 是可以直接入睡的 是可以直接去睡覺 不用洗掉的 這就是 剛剛好的 油跟水 你的皮膚是可以剛好吸收 然後也不會太油的 因為我覺得還蠻舒服的 這樣 那我自己的試驗下來 是覺得 如果化妝水修步驟的話 我的精華液它會 滲透得更 怎麼講 它會吸收得更好 皮膚的柔潤度會更油 你可以自己在家裡試試看 你可以拿一邊是 有用化妝水先過過 一半是 使用你的精華液去擦的話 我覺得有化妝水 它是先軟化你的表層角質 然後讓你後續的保養比較好吸收 我覺得這個還蠻明顯的 你可以試試看 而且我覺得柔軟度還是會有 然後那今天跟日本代官山ACP的合作就到這邊 那它現在有給我的觀眾是有折扣碼 跟之前有很多人要問到底要怎麼買 然後他們都不知道連結的 我下面都會放連結跟折扣碼 那之後馬只會到11月21號 所以你們就是在21號之前可以趕快購入 然後可以趕快購入 然後趕快做使用 那你就可以分享給我看 你有什麼心得 或者是你按摩完 你有什麼感受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可以按摩完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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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